台湾人的薪水真的可怜啦 你不要说22k了啦 就算了你这个一年可以赚个100万 哇那种百万年薪 大家说好羡慕 百万年薪在很多其他的国家 甚至在对岸 那很多人都是这个薪水的 是台湾薪水太低了 也是这个弱点呢 让人家瞄准了我们的人才 手机大厂宏达店年后 恐怕会爆发离职潮 传出来大陆呢 有业界呢 用高薪来挖角 最高甚至开出年薪150万美金哦 这个身价已经直逼执行长周永宁了 分析师认为要挖角啊 这个多少拿出这样的数字 怎么可能不影响 宏达店未来的发展呢 但是宏达店开出了 年薪14个月的保障 对留住人才有信心 大手笔找五月天代言 这HTC New1手机 被美国科技网站评选为 年度最佳手机 不过研发出亮眼产品的高级人员 现在传出大陆对手频频挖角 像是华为中兴开出年薪 美金150万 再加分红就有上亿 等于和执行长周永明 有一样身价 HTC来讲的话 它是现在的本来就已经体质虚弱 再加上又是多事之秋 如果说它一些的高级人才 被挖走的话 我想对它的公司来讲的话 应该是会造成 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些影响 外界推测 恐怕农历年后 HTC会有一波离职潮 毕竟盛传两年来已经有13名副总级的高阶人员离职 不是到对岸发展 就是被划朔挖角 虽然HTC强调员工保障薪资14个月 明年还大举真才千人 不过分析师认为 核心人员出走 势必对宏达电发展和股价 多少会有冲击 不其实台湾科技人才出走 对岸有越来越多的案例 台币来的数字来算成人民币 或者说台币加薪50%以上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对岸薪资三极跳 怎么留住人才 恐怕是台湾企业最该伤脑筋的问题 记得陈建雄 陈银山台北采访报导 对岸薪资三枪